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元的训练中 我们又看到了体操运动员的身影 此时 姑娘们又成了柔树的高手 由于时常碰触地面 两个人的下巴都摸出了茧子 训练的最后 我们还看到了中国传统的杂技表演 行艳艳的表演大多集中在北京 她叫李渊源 曾经是一名杂技演员 现在她是行艳艳的指导教练 比如说时装界 内衣可以外穿 男装可以穿 古装可以金穿 各行各夜现在都出现了混搭 那我把这个节目也尝试着混搭了一次 第三个节目 第三个节目 三个节目 第三个节目 第五个节目 舞蹈的名字叫天鹅之梦 在行艳艳的表演里 你既可以看到舞蹈 也可以看到柔术和杂技 这种混合编排的方式 被现在的时尚人士 称为混搭 也就是混合搭配之一 混搭一次最初来自流行音乐 后扩大到时装和房屋装饰 这就是将两种以上 不同风格的艺术悬术 向混合 以产生新的审美情态 混搭不意味着混乱 也不是为展示不同 合一是它的最高境界 而在舞蹈里 体现的那种折衷 而又个性的舞台气质 无疑都是由柔软的身体 来贯穿的 除了柔软和开度大之外 心愿人的身体 还十分的有力量 李教练告诉我们 这全都是从小坚持拉刃带 训练出来的效果 因为柔软 可以让身体像纸一样的对折 使气血的流动达到极致 而在做测力和倒立时 力量又可以使身体保持控制 达到平衡 但是有这种训练经历的人 毫无例外的 都会体现出一种健康的 艺术气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起姑娘们柔软的艺术功底 李教练几次提到 这要从童子宫开始训练 那什么是童子宫 从童子宫练起 又有哪些好处呢 照片上方穿白衣服的人 是京剧名家 程念秋 下方的长者叫张长珍 慈禧太后当年的五品贴身侍卫 在北京学院路的长珍国术馆 我们见到了张长珍的第四代传人 张小航 下面我们开始上课 老师好 好 同学们好 少儿是从三到十二岁 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成本的武术认为 是男孩以八岁的一群 女孩七岁的一群 就是说男孩是在十六岁之前 女孩在十四岁之前 这个时候呢 正是它是生长 阳气最旺的时候 所以这个年度呢 我们称之为童子 所以我们办了一个少儿童子宫练 这个动作叫六 就是六马六鸟的那个六 一 练自己的眼神 二 防狼掌切掌 三 胶钩 一 二 三 通过左右掌的这个运 放松 六 身体要六开 因为六呢 是打链之骨 自然放松 对 这个动作主要是放松的 放松 放松同时有积极的内容 一 动作三 六 训练之前 孩子们首先都要完成这个动作 五十五之链脸当中啊 有一句话 叫个人呢 经长一寸 力大十分 凝练经长一寸 不断到后十分 这链肠里头让它变暖 变粗 它才会 这个逐渐中间有力了 像一根后皮筋 你一根伸长了 比较容易 你十根给它一块往外伸的时候 就不容易了 你看 它有弹性 往回重力量的大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 七 下跨拉筋的时间是三十秒 每个孩子都是从一数到三十 锻炼肌肉的痛痛 是从第二天开始 而下跨拉筋时的痛痛 是和练习同时出现的 练完的孩子仍然要做肉的动作 以放松身体 愿单 筋膜和肌肉和骨骼一起的力量 经常在这个过程当中 起主要作为 所以讲经常一寸 力大十分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够牵制下来 这种场合 家长们是不会被允许进入的 孩子在发育时 筋和骨头的生长是要相伴而生 只要把筋面软 骨头生长时的阻力就会变小 从而使孩子长高 长快 在美国和日本 有很多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都有自己的几株专家 但我们目前的条件答不到 但是我们这种撑金的方法 一样会解决问题 中国呢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孩子 几株都有问题 几株不好 轻者影响孩子的长高 重者会对脑津血 有很大的影响 人的五脏六股都挂在几株上 几株不足不对 所以会引起很多的疯狂 成金拉骨对于发育期间的孩子们来说 可谓好处多多 除了上述的种种介绍外 还能减肥美容 能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健康气质 那什么时候是成金拔骨的最佳时期呢 经常一寸 力涨十分 那些拉筋的人 既是施加压力的制造者 又是体会压力的接受者 日积月内承受疼痛的能力 自然就会得到加强 孩子们通过练习 可以把自身的牛马之力 转化为尸虎之力 而同时 对于大多数练习者来说 拉筋的疼痛肯定难以避免 但是能有多少人 能通过这种意志力的考验呢 在北京城的西医郊 也有一群被人绑在椅子上 脸拉筋的人 他叫肖空子 是前面画面中 趁金拉骨的推广者 但他干的这件事 无论以邢彦彦表演的柔鼠舞蹈 还是相比较童子工班 拉筋的孩子们 应该还都不是一回事 这是一位快七十岁的老先生 从十一岁时就换腿头 好吧 咱们现在就开始拉 您先拉右腿 对 屁股一直顶到底 您看什么 他这个腿是直的 但这直的是个假的 这就不是真的 和这一按您这 感觉就不一样 看见没有 这是不是马上就痛多了 对 好 好 挺多变了 现在哪最痛 感觉 对 膝盖的像 所以您看您不只是厚头 你看这个呢 这也是 您这还有肩肉也 肩肉 对 对啊 有 您知道吗 对 您要接着拉 或是在夹的时候 您这握个小哑铃 就等于把这个也压下去了 好 你现在 现在给它绑上 要下来点 要下来点 推行一个比较好的健身制定的方法 第一条就是要有效 您说您没聊笑的话 你怎么打广告也没用 第二条就是简单 简单到什么地方呢 看一眼就会 你就是用时间来 先说一分钟就学会 要这么简单 如果你一太难说多少多少筋 多少多少穴位 那大家马上就晕了 肖公子所说的这个简单方法 就是挖针和拍打身体中的膀胱经 这其中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在这本书的枫页 写着这样一句话 金长一寸 寿延十年 而这延长生命的工具 就是这画面中的长凳子 被称为拉筋灯 这拉筋的疗效 主要看表情 对对对 对不对 大家都老手了 表情越痛苦 那说明这疗效越好 在拉筋的时候 最疼的就是 后头的这条筋 其实它这个疼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 它的腰和腿 都在拉开了 拉开的那条筋呢 就是膀胱经 轻松多了 哪边轻松多了 刚才拉的是那条腿 对 刚才最疼的是那条腿 那也是 对 所以说刚才拉的越疼 现在是不是就越轻松了 是 而且非常明显 是 这个越拉越好 刚完成二十分钟的拉筋 下面还要对换处 进行不同位置的拍打 拉筋再加上拍打的时间 总共是三十分钟 您再走走再感觉一下 现在 您再上下蹲一蹲 对对对 一般平常蹲不下 您现在蹲蹲 你看 上你人家起不来 肩膩不下 你看现在完全跟正常人一样了 到底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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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平常上厕所都不能蹲 鼎干尖仁 鼎干尖仁 这个我都想不到 就他治的病 不是属于单门单类的病 是具有很大的广扑性 其实这一点最开始也不知道 最开始我 我跟老师学的时候吧 他用这个拉筋只是用来治腰腿疼这类的 常见的痛症 后来我就发现 反而这个姿势一摆 这个痛筋的女生 马上痛筋就好 这个是急症 至于说什么子宫肌瘤啊 暖巢狼肿啊 还有这种月经不调这样的病 你就通过这个拉筋 它都慢慢的好 还有一个 像这个我要拿一个男童子说话 前列腺的问题特别多 晚上洗好多次对不对 他就那个膀胱啊收射力不够 一会儿就有一会儿 跟牙膏似的 我现在教人做了这二百多例 有效率是多少呢 是百分之百 就目前为止啊 还没有一个没效的 通通都有效 如果他这个拉筋再配合拍打 那那个效果就更好 拍打什么地方 就照着这个大腿的内侧外侧 一直拍这个大腿根 一直拍打 因为这一部分什么呢 都是和我说的肝脾肾相关的 那就把这个一拉开 有的人拉了当天晚上 比如说起五次夜 马上就变成起一次 或起两次 拉个到一个月左右 基本就好利索了 有的话就一夜可以睡到天亮 可以 要安全 比如说你疗效也很好 也很 也很这个这个这样子简单 但是你不安全也不行 为什么我说他和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有 有压腿 还有瑜伽 还有各种各样的高难度的 这个跟我们这个比较起来 我们这个拉筋的方法就安全 而且安全的多 无论是你多重的病人 和年岁多大的老人都可以用 为什么呢 他是躺在一个动作上 就把一个腿一举 就这么一个动作 不动 所以他很安全 尽管这样说 安全的话题 仍然是很多人关心的事 为了更好的比较和求证这一问题 小红子特地来到了李教练的家 小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欢迎您 欢迎 请你姐姐姐 你们这个状态是骨症筋肉的状态 一般人根本达不到 那个练了十一年 这个练了四年 那他是每天都要练这些动作 对每天都要练 基本上要保重三次训练 那他们这个骨头都软了 像蛇一样 蛇的骨头是最软 可以盘成任意的造型 因为作为 比如这个动作 是他的骨质就已经达到极限了 他就已经全部折过来了 那刚才那个动作 只有蛇才能做得到 那我就觉得又贱又软又漂亮 就女孩子们 练柔弓的这一部分 就是拉筋撑筋的时候 这个不会有伤害 这个不会有伤害 这个绝对不会的 因为教练肯定是慢慢的来 不可能一下子就搬到一个机械 不会的 就今天一点明天一点 时间久了 他已经自然的筋络就开了 这个给了我一个启示 因为我现在呢 做的倒不是像他这样的 我是教普通的人来拉筋 就是把那个腿抬起来 和他的身体达到90度 90度 要不然即使是这样 也有很多人还是担心说 这会不会拉伤啊 会不会拉断呢 不会 对吧 从专用上面来讲 90度是人都可以达得到的 那比如说 正常人90度 我停留30秒 明天停留40秒 逐渐的增加 他的柔韧性就逐渐的增加 就是尽可能 就是成年人 也不会说是拉伤 因为不是暴力 不是一下子给你摁下去 这种是不会出现的 其实又给了我一个启示 就是因为您 把这个筋和这个骨头 撑拉的这个幅度 都已经有的多到360度了 对 当然不是说 即使不是所有人到这个地步 但是从你训练 就培训的这个过程当中 从您的专业的教育 也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 把这个拉断拉伤的 可能也是不太大 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太好了 那就太好了 我听到这句话就太好了 不是要扛吗 那你要在那个地方停留一段时间 对 一般你们是停多长时间 一到三十秒到一分钟 就是最起初我教他们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 比如说 做不到那个位置 他自己觉得还行 我做到这个位置 我就帮他再往前推进一遍 推进的时候就要停留 就查时间 很痛苦 也要坚持 坚持过这个痛苦期 他自己就能做到 那你再帮他再往前走一点 这就跟我们干的这个拉筋的原理和步骤 一样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你就可以躺那了吗 嗯 那你就坐在这 就跟他刚才他那动作一样 躺下 屁股一直顶到墙 手往后放 这个脚放在地上 你看 你这个地儿 你现在疼不疼 紧不紧 一点点紧 对 你看刚才 当然肯定就疼了 正常的人 就这个地方痛紧 只要他是 正常的 他这个就是和这个椅子 完全是挨的平坦 只要这个人弄不下来 比如说在这 有还根本下不来 这就通通是肩周炎 哦 如果你慢慢的做这个动作 肩周炎就好了 有的人根本就放不直 只能这样 你这么按了 那肩腿要了命一下 所以说 有的人是你把这个拉直了 好 这个腿呼又起来了 你按这个腿 呼这个又弯了 就跟这个叫什么 按那皮球在水里的一样 好 如果要是慢慢的拉 他不是疼吗 你把癌疼的这个时间 越来越长 十分钟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就这个过程 病就治了 在我国传统的功法中 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八段锦 相信很多人都会做广播体操 但却不会有几个人知道 广播体操的起源 就是来自八段锦 八段锦就是古人 创编的八体 不同动作 组成的一套医疗 康复的体操 古人把这套动作 比喻为紧 意味动作舒展优美 如紧缎般柔顺绵长 在国家体育总体推口的 《地筋经》和《武器系》当中 也都包含了这一内容 讲求柔 追求软 《地筋经》和《黑方体》 《尽量度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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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会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 已经超过了 等至70 无论是治病还是健身 拉筋都不应该是一部分人的事 孩子的视力 中年的颈椎 老年人的腰腿 分布在人生的各个阶段 无论是家长的孩子 还是孩子们的家长 拉筋把骨 都理应成了医生的作业 在这一过程中 大多数人都必须面对疼痛 与其说因疼痛所致 倒不如说是我们对身体的亏欠所致 因为身体当中的韧带 原来是软的柔的 而现在它变得硬朗 所以宁儿也就到了 该买单还债的时候 会下转过的 看车 有点赞 如果您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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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 订阅 订阅